2021年端午节的前一天 台湾青年邱小平早早开始忙碌 节日将至 他和同事们给在广州创业的工作的台湾朋友们 都准备了节日礼包 疫情之下 许多在大陆打拼的台湾青年 都已经一年多没和家人团聚 我们是把这些礼品是分送给我们 白云台青会的一些会员 我们给他一个端午节的礼品 那里面呢主要是包含了 有我们白云区台协大姐的自己手工的种子 据话就是也借由这些台资企业他们的产品 然后来缓解一下大家的思想之情 邱小平工作的地方 是位于广州的惠龙台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基地专门为来到广州发展创业的台港澳青年提供服务 这里也因此成为了青年们常来的地方 当天除了准备节日礼物之外 邱小平和伙伴们还有另一件事情要完成 近期广州疫情引人关注 在广州工作能否保持健康安全 是大家在台湾的家人们关心的问题 另一方面台湾疫情形势也比较严峻 同样也牵动大家的心 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条视频呢 是因为之前台湾的疫情突然爆发嘛 那我们很多在台湾的亲朋好友 其实他们内心是很彷徨的 对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帮他们加油打气 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广州疫情随后也跟着爆发了 那刚好我们是处于在广州市嘛 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种两岸同胞 互相加油打气 让大家不要害怕 然后携手能够战胜疫情 广州加油台湾加油 大家以录制视频的方式 汇聚在广州11个区的几十位台湾青年的心声 一起为两岸的抗疫工作加油打气 尽管和家人分居两地 但大家希望借助视频传播的方式 既让家人放心 也为家人加油共度时间 而一句我很安全 则是为了说明大家现在在广州的情况 打开手机里的健康码保持绿色 基本上大家的生活工作就可以保持畅通 再加上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结果 几位台湾青年未来几天要到外地出差 也无序担忧 当我们出现实例的时候 政府已经做好了全面的铺牌 不只是该隔离的 该全部核酸检测 该打疫苗的 全部都已经部署安排好 那这让我们在广州市的市民 真的是非常的安心 像我本身 两剂疫苗其实都已经打好了 进到各个小区里面都必须要出事这样的嘛 所以我们觉得说 对我们的安全的保障反而会更全面一点 目前台湾是没有这样去操作的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在大陆的发展 其实是在科技方面的应用 反而用得非常的好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广州会觉得 更有保障的一个地方 知道或者整个人吗 shoot 느10 13